大家好 桂花是一种非常喜人的花魁 为什么 因为它开花非常的香 而且它的花朵金灿灿的 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看的 那么我们想养桂花 养一些什么样的桂花 什么样的品种才最合适呢 我建议大家养的话 最好是养这种四季桂 大家看我这盘桂花 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开过一次花了 现在它花芽又冒出来了 所以我们养桂花就挑选四季桂 是没有错的 大家看这个桂花 现在又把花芽冒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 让这盆桂花持续不断的开花 在春季就要给它加一把 这种粉能够有效的给它吹花 而且肥效超长 能够让它持续不断的开花 这种粉就是苦粉 它里面含有的零元素 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能够给桂花提供到大量的零元素 那么它在这些零元素的刺激之下 开花就更加简单轻松了 我们先在花盆里面给它挖一个坑洞 然后把这个股粉给它埋进去 股粉用来养开花植物都可以 都能够有很好的效果 好挖好坑洞 再产上一些股粉给它埋进去 再把土壤翻盖回来 这一次吃股粉的动作就完成了 再配合它四季能开花的这个特性 它今年花朵就能够不断持续的开了 如果你喜欢桂花 那么就养四季味 铁定不会错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